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想跟大家說一下 以往大家會聽到一個 名字叫東亞病夫 據說是日本人用來侮辱中國人 說你們身體散藥 實際上中國人是不是身體散藥呢 由於 由晚清開始 中國人開始愛上了吸食鴉片 導致人類每人人都是 很瘦 以及身體也很弱 而且也可以很早死 человечette 無人含命一樣 所以 被人嘲笑 就是東阿病夫 其實也是不這種原 촉的 好了 但是想跟大家說來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以前有人說日本版本階盡良好 所以就只有是少日本 最新的 新高統計 原來 日本人的新高 kädag 比南韓人的平均高了 而南韓人也高過中國 如果根據 新高來比 以前你叫他做小日本 現在是不是人家叫你做小中國呢 這件事 其實是真的很好笑的 以後不要再叫人家是小日本了 人家是高過你的平均 我們 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說 由去年12月到現在 今年不夠四個月 中共大量的高級將領是死亡的 將領當兵的 照計身體質素應該很好 有沒有那麼容易病死呢 大家也知道 中共 尤其是官員 特別長命的 動了一百歲 九十多歲 原因就是他們有特別的照顧 無限的零件任你活 其實是很長命的 為甚麼 中國的軍人 尤其是高級將領 會那麼多死亡呢 原來最近這三個月 中共最少有15個高級將領是死亡的 包括 海軍政治委員魏金山 原意炮兵副政委史克順 原軍事科學院的副院長錢凱浩 原國防科工委的副主任沈春蓮 四個宗將 而且還有工程院的院士 304醫院的副院長 盛智勇等等 聽這些名字 大家可能就不太出名了 但是從官階來說 這些都不是弱的 這些都算是高級將領 我們看到 中共 一直以來 掩蓋過疫情 這次 可能也是由疫情影響 使得那麼多高級將領死亡的 我們跟大家說說 幾個宗將 以及另外那十幾位 中共的高級將領是怎樣的 其中一個 第一個就是 審中年 這個 應該是李寶宗那個宗 木字邊一個春 他本身是中共的國防科工委的副主任 在 在2024年的3月4日去世 他說 因為病因是因為醫治無效 那麼究竟是甚麼病呢 官方副告稱他為中共的優秀黨員 九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這些是要高官才可以有這樣的說法 中共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戰線的優秀領導者 是領袖級的 審中年 曾經在 第25試驗訓練基地的司令部工程師 基地的副司令員 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副軍職主任 國防科工委的副參謀長等職位 他在1992年11月 任職國防科工委的副主任 96年至2003年擔任中國 韓太基金會的會長 這個也挺高級的 他 原來 是 1994年7月升為中將軍艦 也有不少事 已經做了中將很多年了 這個是突然病死 然後是第2個中將 原意炮兵 副政委 兼 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 史克遜 他因為醫治無效 究竟是什麼病都沒有說 只是說醫治無效 是不是因為也是疫症問題呢 也是在今年2月14日去世 他原來 很長時間 參加過 遼審平津戰役 在解放前 也參與過韓戰 長期在中共二炮兵 部隊工作 也做過二炮的技術學院政治部副主任 二炮兵 56基地政治部副主任 正偉 1985年7月至1993年12月 1985年7月至1993年12月 任二炮兵副政委 1988年受中將軍閑 這些 正常來說 年紀很大 退休了 但是為什麼保不住呢 是不是因為 他們這個疫症 令到老人家受不了呢 又或者 他們之前換過很多器官 現在突然間一個疫症來 吃了 排斥藥 排斥藥 出事 第3位中將 他 也是去年12月31日死亡的 他 曾經是擔任過軍事科學院的副院長 前凱浩 他 也是 1995年得到少將軍閑 03年升為中將 這個也是 過了身的 另外一個中將也是因為醫治無效 這個就是 政大軍區的離職幹部 海軍員政委 魏金山 為什麼那麼多醫治無效呢 他們是什麼病呢 中共不敢說 他是去年12月8日去世的 他是曾經擔任南京軍區的政委 總參謀部的政治部主任 海軍副政委等等 88年 已經受到海軍的中將軍閑 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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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跟疫症有關 還有 不少 燒將 副軍職的退休幹部 全部都是健老毛的 包括河北省軍區的原副星律營 領張連恩 也因為因病醫治無效 他們一直都不敢說他有什麼病 很明顯 這個就是武漢肺炎 好了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江西省軍區的副軍職離任軍部 原江西省軍區的副司令 幾位 專職副書記 沈中祥 在今年2月9日去世 他是曾經任虎州軍區的 參謀長 吉安軍分區的司令員 這是一個少將軍閑 另外就是一個老八路 濟南軍區的後勤部政委劉兆先 也因為醫病 醫治無效 那麼多個老軍頭 以前的 醫治無效 大家也明白了 原因為甚麼醫治無效 武漢肺炎實在是太厲害了 醫治無效 實際上根本就救不了 另外 海軍 沿北海艦隊的副司令 姜德賢 也是今年1月6日去世 他曾任艦隊的副參謀長 基地的副司令 基地的司令員 另外一個就是肖章 陳俊 他是 武警部隊的指揮學院的 袁正偉 也在今年1月3日去世 也是因病 醫治無效 而去世 有那麼大量的 退休 軍頭 去世 究竟 這些人為甚麼 會這樣 相繼死亡那麼多人呢 主要 第一就是這群人 活得太久了 活得不耐煩 第二 亦是廣動明 疫症在大陸是再次 蔓延的 而這次蔓延的 連這些有那麼好的 醫療設備 軍頭 實際上 他們得到最好的醫療 最好的照顧 沒有人像他們那麼好照顧的 結果 他們是相繼死亡的 還有 羅瑞卿的夫人 也在1月4日死了 他曾任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 也是參謀部政治部顧問 在中共軍隊體系之中 正軍職是包括一些集團軍的軍長 正委 省軍區以及軍級警備區的司令員 正委以及其他正軍職的軍官 而副軍職是包括集團軍的副軍長 副政委 參謀長 政治部主任 省軍區副司令員 副政委 參謀長 政治部主任 以及其他副軍職的軍官 少將是正軍職以及副軍職軍官的主要軍下 到了正軍職、副軍職 已經是少將了 剛才所說的 中國的工程院院士 304醫院的副院長 盛智勇 也是因病醫治無效 在1月27日死了 身為304醫院的副院長 也敵不過疫症 很明顯 疫症這次是十分之厲害 而且 上了年紀的中共幹部 即使獲得大量的醫療資源 但是 由於可能他們真的是無限器官 監管了很多器官 要吃抗排斥藥 所以 大量的死亡 中共軍隊那麼多軍頭死 實際上 是不是代表他們的軍人沒有了道呢 是不是 這個叫做 東亞病軍呢 實際上 今年的情況是比去年更加嚴重的 因為 死了更加多的高官 甚至乎也不只是軍官 也有 很多 副部級的 甚至乎是正部級的官員死亡 甚至乎 年輕人也有一些 共幹死亡 包括 58歲的廣東文藝職業學院的黨委書記吳佳聯 54歲的內蒙古斯大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陶格濤 這些比較年輕一點 80、90歲死亡很正常 50、60歲也死亡 很明顯 這次 大陸又揭起一個疫症 所以叫大家 最好不要回大陸 因為你隨時會出事 好 這一節我們暫時講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